大家好 那如今的社会 从购物到付款 到视频通话 再到文件转移 还有就是游戏啊 电影啊 这一切都已经在云端进行了 云端技术的应用 已经优化了许多的流程 那其中就诞生了 许多人经常提起的SaaS 也就是软件即服务 那SaaS平台供应商将应用软件 统一部署在自己的服务器上 客户们可以根据工作实际需求 通过互联网向厂商订购 所需的应用软件服务 按订供服务的多少和时间长短 来向厂商支付费用 并通过互联网 获得SaaS平台供应商提供的服务 这种服务除了更多的灵活性以外 还具有很高的成本效益 那未来5G 人工智能 物联网 无人驾驶和机器人技术的发展 其实都离不开云端应用的普及和发展 可以大胆的这么说吧 就像今天智能手机 已经成为生活必需品一样 SaaS也将在未来10到15年 成为我们工作和生活的必需品 那今天我们就来讲一讲 关于SaaS这条黄金赛道 未来的投资前景 以及可以关注的几只股票 开始之前 如果各位朋友还没有订阅我的节目 麻烦可以订阅一下 并打开小铃铛 这样就可以第一时间收到更新通知 谢谢大家的支持 那今天我们先从SaaS行业的开山鼻祖 也就是Salesforce这家公司的两个故事 开始讲起吧 那第一个就是关于亚马逊对Salesforce的启发 我们都知道1995年的时候 亚马逊是正式成立了 打造了一个7天24小时不间断的 全球都可以访问的在线购物平台 那不仅简单易用 还能在线跟踪用户 并分析用户的行为 那这样就能够帮助自己的网站功能快速迭代 从而满足客户的需求 那两年之后亚马逊就正式上市了 如今已经是美国市值数一数二的公司 股价是一度超过3000美元 而市值也是一度超过了1.5万亿美元 可以说是一个行业巨头了 那为什么要提到亚马逊呢 其实正是因为亚马逊的出现 为SaaS的开山鼻祖 也就是Salesforce公司呢 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指引 Salesforce的创始人 也就是贝尼奥夫 就是从亚马逊的横空出世找到了灵感 一直希望议户们能够像使用电子商务网站一样 使用软件 那在刚刚成立不久之后呢 Salesforce就遭遇到了2000年 美国互联网泡沫的破裂 当时公司的CFO 也就是他们的财务总监 其实是希望贝尼奥夫 能够把Salesforce.com的.com去掉 因为当时投资人对.com公司 是避之不及的 因为互联网泡沫的破裂 但贝尼奥夫却坚持要保留.com 因为他再次强调的一点是 他创办Salesforce的目的 就是希望能够让用户 像使用电子商务网站一样 使用软件 因此.com的意义是非常关键 也是非常重大的 那今天要讲的第二个故事 是关于Oracle 也就是鼎鼎大名的贾古文 和Salesforce之间的渊源 那贾古文公司 也就是世界上最大的 企业级软件公司 总部位于美国加州 2013年的时候 贾古文就已经超越了IBM 成为继微软之后 全球第二大的软件公司了 而Salesforce 是目前全球最大的SaaS公司 那成立于1999年3月份 主要的产品就是客户关系管理系统 那Salesforce的联合创始人 兼首席执行官贝尼奥夫 也曾经在贾古文的联合创始人 董事长兼首席技术官 Larry Edison手下工作过 那贝尼奥夫尊称他是导师的 而Edison也曾经向Salesforce 投资过200万美元 成为首任董事会成员 但当贾古文开始挑战Salesforce之后 两人的关系就开始恶化了 也不断的争吵起来 多年来呢 其实他们两个人也互相不对付的 那讲完了故事 那我们就可以来看看 现在整个Sales行业的发展 虽然很多人都在讨论 Sales模式的优越性 但是即便高增长了近10年之后 我们可以看到 整个Sales行业来说 许多公司的利润 还是没有体现出来的 作为一个有投资价值的企业 其实最终还是要追求利润的 毕竟如果一直没有利润的话 一切数据都只是一种空中楼阁而已 不过幸好在7月16日的时候 Salesforce的市值 是正式超越了甲骨文 这是整个Sales行业 可以说是一个里程碑式的事件 那也可以说是甲骨文和Salesforce 这两个全球软件巨头 纠葛和竞争 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 同时这也表明 无论未来的发展如何 至少现在Sales模式 已经取得了一个宝贵的胜利 那我们就来细看一下 传统的经典软件模式 和Sales模式之间的区别 究竟在哪里 通过比较之后 我们也就能大概了解 Sales行业的优越性在哪里了 那大家只要知道的一点就是 经典的管理软件运用 以及他们开发到销售 它是涉及到一个非常复杂的 客户业务管理流程的 那这里面涉及到 许多的一些线下界面 线下销售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 就是需要销售人员 分阶段的线下追款 那这一点对于很多企业来说 其实是非常头疼的一个问题了 而Salesforce 主要面向的是中型企业 其实你很难看见Salesforce的销售 就如同你很难看见Amazon 也就是亚马逊的 电子商务平台的销售一样 这样的做法比线下的模式其实更加的灵活 而且更加的方便 也更加的快捷 另外就是Salesforce 它不像经典的管理软件 是事后追回款项的 Salesforce的模式和电子商务网站 其实是一样的 都是事前支付 事中消耗 如果你不交费 你就不能使用Salesforce的相关功能 所以这里告诉我们什么呢 就是Sales公司 他们的现金流比经典软件系统要强很多 而且如果我们简单的来描述一下Salesforce 这样的SaaS企业 他们的一个运营模式是这样的 那就是入门费用比较低 基础版功能也比较少 但应用商店有丰富的模板 插件以及各类服务 你想用它们 就像你在App Store里面 你想购买任何软件和应用程序一样 这样的话 你就必须要绑定你的银行卡或者信用卡 或者你冲钱到Salesforce的账户中 进行了日常的消耗 那这样你就会断断续续 不经意间购买不少的插件和模板 所以你会一直绑定着 零零碎碎的进行一些消费 这就是典型的互联网商业模式 同时也跟我们非常熟悉的 网络游戏的装备 道具这些东西的购买是一样的 就是它能在不经意间 不断的扩大客户的一个消费 所以这就能给SaaS企业 带来一个源源不断的现金流 另外一个经典软件最大的软肋 就是运营方面了 因为刚刚我们已经提到了 许多经典的管理软件 它是需要大量的个性化开发的 那也就是说他们的运营维护 其实会根据形形色色 不同客户的不同配置 进行运营维护 那这里面的成本 其实也是很高的 而像SaaSForce这样的SaaS平台 他们是根据自己的情况 统一配置所有的全部环节标准 就能够做到大规模的 统一的自动化的运营维护 这样的话成本质量效率 都能够得到极大的提升 其实这也就解释了 为什么SaaS软件的续费率是很高的 而且客户满意度也在提高 这里还有值得关注的一点就是 未来现金流更加容易预测 这也是为什么SaaS企业 估值高的一个根本原因之一 那另一方面 订阅付费的优点在于 用户是先付费后使用 因此对于SaaS公司而言 是很少存在回款困难 或者说坏账的问题 相反的话 用户们提前支付 但还没有使用提供服务的 这些资金 就为SaaS公司提供了一种近乎无风险的资金杠杆 这部分的资金其实就可以用于当期的业务投入和扩张了 所以我们可以从SaaS的模式就可以看出 SaaS企业可以说是披着软件的一家互联网电子商务公司 他们的技术架构 研发迭代模式 销售模式 运营模式 运维模式 都是按照互联网电子商务的公司来进行的 其实可以这么形容他们的功能吧 就是支撑企业营销的电子商务了 因此市值就很容易出现 互联网电子商务公司那种超高的估值 因此我认为 SaaS依然是未来的一条黄金赛道 可能会诞生更多的巨头企业 也可能会为我们的投资带来很高的一个回报 那如果我们要选择SaaS行业的股票 可以参考哪些原则呢 其实我觉得可以参考三点 那我可以简单的给大家介绍一下 那第一个就是产品能力了 因为在企业用户习惯了软件一次性买断的情况下 云产品的推广是不容易的 这就是为什么前几年云产品市场 接受度不高的真实原因了 那很重要的一点就是 没有一款真正好用的云产品出现 所以说就是产品能力非常重要 那第二个就是软件时代的巨头 那还是刚刚提到的 这个云产品接受能力的问题 那如果这家公司在传统软件领域 并不是巨头的话 他们向云产品的一个转换 就不会那么的一帆分顺了 如果一般的企业 他们要从传统软件 转换到云产品的话 那他们就必须要 非常强的一个能力 或者说他们企业的实力得很强 不然他们没有办法 承受过程中的一些利润下滑 客户流失 以及种种困难的挑战 所以说最好这些企业 如果他们是转换到云产品的话 他们本身就应该是一些 传统软件行业的巨头 这样的话 他们的转换就比较的顺利一点 也对企业的危害没有那么大 那第三就是重度应用市场 加垂直细分领域了 那重度应用市场的转型 其实比一些轻度应用 要更加的长期和缓慢 就以我们熟悉的 像Adobe和SAP来想比较 像Adobe 他们从2009年开始转型 经历10年之后 云业务的占比 才慢慢的提升到了89% 这个高位 而ERP的龙头企业 SAP从2006年开始转型 经历了13年 才将云业务收入占比 仅提高至了25%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过程也是非常的缓慢和漫长的 当然了重度的应用 由于它的赛道足够宽 也足够长 因此必然会出现 两到三家头部企业 顺利转移成功的 但细分市场呢 基本上我们只应该去看一些头部企业 尤其是产品个性化非常高 用户粘性强大的一些垂直赛道 只要关注他们的头部企业就可以了 那接着呢 我们就可以谈谈 除了像刚刚Salesforce以外 以及我刚刚提到的Adobe 以及SAP这些企业以外 我们还有哪些SaaS相关的股票 是可以关注的 这都有可能成为 我们未来的一些投资机会 那简单来说吧 我大概列举几个 美国股市中呢 我们可以关注就是微软 Octa以及Trelio 加拿大股市中呢 我们可以关注的是Litespeed 微软就不用说了 在企业级别的SaaS市场中 一直是处于一个领先位置的 虽然在云基础设施市场中 是仅次于亚马逊位居第二 但是微软在云基础设施之初中 所占的份额 是16增加至目前的18%了 这样的一个巨头 完全符合我们刚刚提到的 对SaaS相关股票投资选择的 三大标准 那就是产品能力 软件时代的龙头 以及重度应用 加垂直细分市场 所以微软呢 依然是我们关注的 一个重点目标之一 那Octa呢 是新一代的SaaS公司之一 它在身份认证领域 是占据着主导地位的 简单来说吧 如果我们使用了Octa的服务 那就是我们在上班时 打开电脑 只要仅仅一次登录之后 Octa就会带领所有的用户 进入到一个主界面 然后通过一次点击 就能指向任何一个 你正在使用的应用服务 而不需要再次登录了 说白了就是通过一个主密码 就能管理多个 需要不同密码登录的应用程序 这样就可以免去我们 需要记住 无数个不同密码的烦恼 同时呢 还能增加用户的安全性 因为你也不用为了怕忘记密码 而在每个应用上面 都使用相同的密码来管理了 那在2019年 Octa在继续扩大现有客户群的同时 发布的财报也是非常强劲的 Octa基于美元的净保留率 至少在10个季度中 都一直稳定在120%的水平 这项指标衡量的就是一家公司 通过其他产品 向客户追加销售的能力 如果能够保持在100以上 那就是表现非常不错了 那下一个阶段的增长 可能会来自海外 因为Octa优先考虑的是在2020年间 进行全球的国际化扩展 而目前除美国以外的国际市场占比 仅占到了Octa收入的15% 也就意味着Octa未来的一个发展空间 还是非常大的 另一家公司呢 就是顶级的云通讯平台 Twillio 那Twillio为开发人员提供的 广泛的应用程序接口 也就是我们所谓的API 那从而构建 从营销到客户服务 再到内部运营的通讯服务 Twillio是目前应用程序 内建通讯工具行业中的龙头供应商了 说的更容易理解一点 Twillio做到的 其实就是为其他服务发送内部短信 比如说你注册一些账号的时候 收到确认手机号码的短信啊 或者说提醒你会面信息 提醒你预约信息的短信 或者你收到了一些修改密码的短信 很大几率 这些短信都是通过Twillio的服务发送的 那Twillio目前最近一季度的收入增长 是增长了57% 而经调整后的利润 已经连续三个季度都高于分析师的预期 而且更重要的是 他们的现有客户平均支出 是叫去年同期高出了整整43% 所以我们也可以看到 Twillio未来的一个发展空间 和未来可能的增长空间也是非常大的 那加拿大股市方面 其实我们可以关注的就是Lightspeed 这家公司是从2016年进入电子商务世界的 而他们的一个竞争对手 或者说他们的一个追赶目标 就是加拿大市值最高的企业 也就是在亚马逊夹粪中成长出来的 一个电商小巨头Shopify 那目前Shopify已经为电子商务市场 是服务了十多年了 而Lightspeed正在成为 加拿大这个市场中的一个新贵 那Lightspeed最初是为零售商和饭店 提供基于云平台的支付解决方案提供商 那在疫情爆发之后 Lightspeed也展现出它的一个灵活优势 它目前正在扩展电子商务解决方案 这样就能够帮助商家 不会因为社交距离的限制 而错过任何一次的销售 它引入了像预约服务 多地点的一些库存检查 路边取货以及运输服务 这些非常实用的功能 那这些功能将有助于商人 在保持安全措施的同时 最大化销售量 Lightspeed还希望允许商家 在平台上开设在线商店 那去年Lightspeed的收入增长了55% 这是要明显快于Shopify的40% 而Lightspeed的电子商务业务 可以令其收入进一步的增长 这些努力已经恢复了投资者的信心 已经帮助Lightspeed的股价 从3月份的低点是一度上涨 接近300% 那这是一只成长性的股票 目前它们的市销率 也就是PS ratio是差不多26倍 而在疫情爆发前 Shopify的估值水平也差不多是这么多 那我们看到现在Shopify的估值水平 也就是它们的市销率 已经差不多是90倍了 虽然我们很难说Lightspeed 能够完全复制Shopify的成功 但至少目前来看 Lightspeed确实有朝这个方向 发展的条件以及迹象 所以对加拿大股市有兴趣的朋友们 也可以关注一下Lightspeed 这支SaaS新贵企业 那这里还是要说明一下的 这些列出来的股票 只是给大家一个参考 并不是向大家推荐 也不能作为您的投资凭据 感兴趣的朋友们 可以深入的详细研究一下 然后结合自己的自身风险承受能力 以及投资需求再做判断 最后提一下投资者总在问的一个问题 上述的这些SaaS企业中 有一些已经估值非常高了 我们还能继续上车继续买入吗 其实我觉得所谓的成长股 最关键的还是看成长 不用太在意短期的估值 只要产业趋势确定 公司产业类优势明显的话 长期的利润增长 以及销售增长的话 最终都能够消化当前的这些高估值的 所以也是值得投资的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谢谢大家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麻烦订阅点赞和转发 同时还可以打开小铃铛 这样就可以第一时间 收到我的更新通知了 祝大家投资顺利 健康平安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